跟光无关 与光无关 看一下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今天是什么 咕咕咕咕 诶 你戴了耳机的 哈喽 晚上好呀 今天好黄呀 这个整体的色调 特别黄 哇 谢谢 谢谢科技的浩瀚心海 谢谢 谢谢 今天是星期天 有公演的吧 今天也是有公演的吧 今天晚上 是 诶 真的假的 怎么不信呢 你们看我今天这个画面是不是有一点偏黄 偏暖色调 每天都在扯我的这个 扯我的这个 叫什么 来揉住我的脸 为什么我的手机突然变黄 是什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突然变黄 吓死人 吓死人 前几天都是 冷色调 今天突然变暖色调 是什么 来 这是为什么呢 嗨,晚上好 連財顯示 我沒有調過我的手機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 Hello 燈光 可是燈光跟之前也是一樣的 真假的,這衣服是我姐的 笑死了,我發現每次你們換衣服好看然後都是我姐的衣服 謝謝,謝謝你的一員吧 謝謝 謝謝小閃的浩瀚星海,今天又要組團了嗎?今天浩瀚星海要開始團結了,對 謝謝 謝謝,謝謝 今天可能也可以看見星星 對,我有一個包,我有一個包就是這個布料 但是呢,我又覺得 有點太重複了,如果我背背背背著一個這樣布料的包,再穿一個這樣布料的衣服,就非常的,非常的Double,看著非常的重複,很繁瑣 我 就,色彩有點太統一了 也不行 因為我那個包很大,就 這麼大一個包 好看扁還還要打這麼大 我的腰遮住 我的腰真的好粗啊,救命 無時無刻不再感嘆,這是一個八十幾斤的人,該有的腰嗎 我想起來,之前我有一段時間胖的時候 就也沒有很胖啊,88斤的樣子吧 然後我那段時間特別愛穿那種,就是愛穿就是像這樣子 就是現在這種這種衣服,然後就是下半身就是這裡會露一點嘛 就是會露一點肚子 然後呢,當時我穿完以後 就只,全身上下就只露了腰嘛,就只露了腰 然後當時他們看到我的腰的時候就說,天哪,貴君,你胖了 然後我就特別想說,不不不,我只是腰比較粗,其實沒有胖的 嗯 上 醇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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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覺得是現在這樣好一點還是把那個光打開 你們聽得到我的歌嗎? 強迫症 除非是不是有什麼大病 嗯? 我有一點點強迫症 你們有強迫症嗎? 我有一點點 就比如說,比如說什麼時候會有強迫症,就是 讓我想一想,我我最近發現我特別在有些事情上特別的有強迫症 嗯,就比如說,我之前有講到過那個手機的事情 就我之前不是會噴那個酒精消毒液消毒手機嗎? 然後,後來我看到有人說,直接用濕紙精消毒其實更方便 所以我現在都在用濕紙精消毒 我現在就是每天都會用濕紙精消毒我的手機 如果我不消毒,我就會非常難受 就,哦,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了,還有一個強迫症的事情就是 我,我上床,我必須得換睡衣 然後呢,我換睡衣之前,我又必須得洗澡 也就是如果我要上床的話,我就必須得先去洗澡 然後再換睡衣才能上床 不然的話,我就不會上床 這,這算我一個比較有強迫症的事情吧 對,你們有沒有什麼,呃,平時生活裡 生活中,有點強迫症的事情 我就是覺得有點病態了,這種,都有一點病態了 心理強迫 強迫著每天點開口袋房間看看 每天點開誰的房間看啊 瘦瘦呢,展開瘦瘦呢,每天都點開哪幾個人的房間看看呢 好好齊哦 是嗎 是嗎 這樣子啊 因為我啊,我肯定是每天都只點開小金軍的口袋 反正因為我只關注了,我只關注了我自己 然後我以前是所有人都關注了 就 那個列表每天都99加99加 後來我就把大家所有人全部屏蔽了 就留下了我自己在置頂的那一難 但是我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就覺得 就 這個畫面看著特別的 特別的 特別的亂 然後呢,可能這也算是我強迫症的一點吧 然後我後來覺得這個畫面太亂了 我就把所有人都取關了 哦 哦 晚上好 就為了我的這個畫面,畫面可以乾淨整潔一點 呃,我醒了 我差點醒了 嗯,晚上好 取關的話,他們那邊不會顯示 他們只會再點進我這邊來看到的時候 會發現我沒有關注他們 對 是的 但是就是關注了我的人啊 關注,估計沒什麼關注 就關注了我的成員就會看到我沒有關注他們 嗯 就是希望大家看到這個以後不要太難過 因為我誰都沒關注 只關注了我自己 所以就不要太難過 並不是因為你怎麼了我才沒有關注 我誰都沒有關注 我還是挺 呃,怎麼說呢 嗯 不是啊 是高腰的 我跟你說會 如果我看到我關注了誰誰沒有關注我啊 就是本來 或者是我之前看到他明明是關注我 但突然有一天都沒關注我了 我就會想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突然不關注我了 為什麼他取關我了 是因為我們怎麼了 我怎麼了嗎 我就會這麼想 對 但是過去也沒有人會看吧 嗯 可能沒幾個人會看 嗯 因為之前之前我關注的成員其實也不多 我關注的也不多 基本上就只有我們對的 是嗎 是你們的濾鏡一天比一天重 對 適合成員 我就是說成員嗎 我就是說成員會不會有那種心理嗎 就是說 明明我前段時間看他是關注我了 為什麼這段時間又取關我了 是不是 就是我怎麼了 或者是我們怎麼了 可能會有這種心理 可能會有這種心理 對 鑽瓜 鑽瓜 點個鑽瓜 鑽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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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關注了嗎 就是我不喜歡太亂 嗯 包括我的那個微信聊天的頁面也是 就我會有那個強迫症 就是會有那個紅點強迫症 你們會有嗎 紅點強迫症 看到紅點就要點 看到紅點就會忍不住點進去 然後我想起來了 我的電腦桌面也是 我的電腦桌面 就是你們知道其實平時用的軟件也挺多的嗎 給你們看看 就現在的這個電腦不是我的電腦桌面啊 這是我姐姐在用的那個電腦桌面 就是這麼亂啊 就如果是我自己的電腦 如果是我自己的電腦 可能就只會留下 1234 然後加一個文件夾 然後那個文件夾裡面就放所有的這些東西 就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扔進那個文件夾裡面 就我的我的電腦桌面 只會存在這五個東西 真的很強迫症 哇這個好亮 是因為 哎姐姐 你是不是挑了這個電腦屏幕 她不曉得怎麼慌呢 她姐姐怎麼慌 姐姐出不好就會變慌嗎 啥意思呢 那你搞一下呢 你讓它白白一點呢 我想要冷 我想要 哎我這一哈 你過來吧 我想要冷白皮 欸我可以把它調成白色的 我可以把它調成 我可以把它調成 你用刷型喔 你們可能因為辦公會 用到的東西多一點 所以比較忙 我看不懂的 為啥三橋排練 不是我開 我這樣子 這個沒有變慌的嗎 你看我這個屏幕很慌 比我那天慌 大爺不怕了 我要保護藝人的隱私安全 知道嗎 保護我們家藝人的隱私安全 好晃啊 還晃啊 嗯 算了你跳下這吧 我去跳下這空了好一點 哎好像別背了 你覺得呢 我不曉得 你自己該覺得 跳低了呢 哦 怎麼 肥子 哎呦 就聽到咱們高緩了 我都不知道自己在點什麼 要挑了人嗎 嗯 現在就變黃了 算了算了算了不調了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我覺得可以了 我往後退一點就好了 往後退一點就好了 我往後退一點就好了 看我真的夾不能接啊 你太好笑了吧 你們看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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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麼 直播就一直按兩按兩明暗交接 然後的哦 6666 快66是個好的數字 對我就是比較喜歡簡單一點的 簡單一點的 東西 太複雜了的話我就會覺得很 複雜 是啊 66大勝了 這有個叫網滅語音 為利益兄弟朋友也會跟你走到對面 人生是過山車或是蹦跡又或是換腳 我成了龍中 現在是BlingBling嗎 現在是BlingBling嗎 難錯的不過是在晚上 憧憬 我記得春的花開推開門只看到東京 我明白 我還沒經歷很多我的天 你擱著擱著呢 別學我說話 我懷疑你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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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中生有 哎呀 嗨 嗨我回來了 剛剛接了一個電話 哈嘍 動起來了嗎 剛接了個電話 對我 我的father 說要come back 啊我看到拍到肚子了 我把褲子提到腰上 啊我的小紅書對我今天更新了小紅書 我今天更新了小紅書 然後我還更新了一條抖音 今天是22號 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 對 高腳褲什麼是高腳褲不是啊 這不是高腳褲 就是就是他其實是一個 他其實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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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是 他強行被我扯成了這個褲子 他只是就是對 他其實褲子表示很難做啊褲子說我太難了 待會我要是還又露出肚子來你們跟我說啊 嗯 吃到了吃到超熟了 但是沒有吃到想吃的那一家 就我們去了 我們先開始去的那一家沒有開門 然後我們後面去的那一家他沒有開業 他說要五點鐘才開始營業 然後我們就反正就在外面又大了一圈吧 然後我又去了 我又回了趟名創 我又回了趟名創去逛了一下 就發生了那個讓我覺得非常無語的事情 然後我們後來再回去的時候就差不多五點了 嗯 就吃了 五點左右 你們不知道我感覺我可能是有一點什麼 就是潔癖吧 那種心理上的潔癖 我知道我這個人非常有潔癖 我以前曾經啊 我給你們講 曾經我有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偶像 非常非常喜歡的idol 就是因為有一天他哭了 然後呢哭得很大聲 然後就哭得很大聲 把我嚇到了 從此以後我就不喜歡他了 我覺得我真的就心理上有點什麼潔癖吧 可能也不會有人像我這種就是像我這樣突然出坑 這個出坑的方式有一點 有一點啊奇怪 就是怎麼說呢 就是可能還是視覺衝擊太強了吧 就是被嚇到了 他哭的時候我被嚇到了 就我第一次見人這樣哭拍的媽媽 所以從那以後我就特別害怕那種在我面前突然大哭 給我哭個 要那種很大聲的放聲大哭 今天那個小孩子就是 就是那種放聲大哭 就是那種放聲大哭 這是不是 你笑話哭得好大聲哦 我姐都聽到了他在門口等我 然後就聽到那個小孩子哭得特別大聲 就恨不得十萬八千里的人都能聽到他的哭聲 給你們帶一個那個小喇叭 給你們帶一個小喇叭 懟著哭 來給我哭 接下來 桂花高給陳貴君帶來一個才藝表演為 嚎啕大哭 真的 今天那小孩子就差坐在地上蹬腿了 我就懷疑可能是因為在下雨 所以他沒有坐在地上 不然他可能真的能一下子把自己摔在地上 就 哎 不知道啊 看不出來多大 然後就聽到那個就是後來啊 是這樣子的 後來那個 就我們都準備走了嗎 我們都準備走了 然後出來了一個 可能是明創主管 明創主管 那個就出來跟著那個收音小姐姐一起解決這個事情 然後他們就很心平氣和的在跟對方交涉 就在跟對方那對母女交涉 然後那個母女他們就非常執扭 就不聽 就不聽不聽你在說什麼 就自己講自己 然後那個 嗯 那個叫什麼主管 他就說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希望你們可以冷靜一下 我們把這件事情 就是處理好 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這麼激動 然後那兩個人就特別 那對母女就特別不理智 就一直在那裡灑波 然後我記得當時 當時那個小女孩哭的時候 他就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這樣 哎算了我真的不想不想模仿 就非常的非常的恐怖 聲音又很大 直擊心靈那個畫面 反正他當時哭的時候我在旁邊 我是這樣看著他 就非常冷漠 我就我就這樣 然後滿臉寫著 你哭啊 你哭 你再給我哭哭看 就是這樣 我就這樣反正看 然後後來他可能就平靜了一會兒就沒有哭了 對 反正我對於這種人就 嗯 很無緣 啊 不結帳直接吃零食 這不行吧 這父母都不教的嗎 唉 所以說啊 原生家庭的教育真的太重要了 真的太重要了 我前幾天還看到一個 這也幸好他媽沒有看見我 不然他媽肯定要問我 你什麼眼神 你在看著我們家女兒幹什麼 小孩子 小孩子怎麼了 那你還這個大人在這裡守著呢 你大人不好好教你家小孩子嗎 小孩子小不懂事 你大人這麼大了還不懂事嗎 是吧 我真的覺得 這些人就很道德綁架 反正就是出門在外吧 就是 很難免啊 難免 會遇到這些素質極差的人 反正呢 就還是 對 能不掺和 就不要去掺和這些事情 然後如果攤上了的話 盡量輕平氣和的去解決 不要太 激動 然後也不要 不要讓自己陷入一個為難的境地 像之前 應該你們都有 有聽我講過 可能有些人聽我講過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們送種 我 宣還有瑞 我們三個人去機場送種的時候 當時 哎 我要講這件事情了 就是在那個機場遇到一對插隊的夫婦 但是插的也不是我們的隊 跟我沒有半點關係 沒有半毛錢關係 插的是我們 就在我們後面站了一個小女生 然後 那一對夫婦就直接插在了我們兩個 插在了我們 我們跟那個小女孩的中間 就非常理直氣壯的就走進來了 謝謝謝謝你的星空而追 然後後來 宣跟瑞就看不下去了 就直接跟那對夫婦理論說 那個小女孩是排在我們後面的 你是你們是直接插進來的 然後他們就不承認 他們就不承認 就說 可能他們也沒看到那個小女孩吧 他們就不承認自己是在插隊 因為那對夫婦特別順利成章的就走進來了 就走在我們後面排著 然後他們就反對 就罵我們說 這個機場是你們家開的呀 你們管這麼多 插的又不是你們的隊 這種就這種 很過分很誇張 那天也是氣到我血壓飆升 但是每次遇到這種情況 我都 就不太不太會出頭 對我都不太會出頭 因為我是那種特別 怕麻煩的人 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我秉持著 對最主要的就是插隊 插隊這個行為真的很沒有素質 來了來了 然後爸回來了 就應該給這些人 一點顏色看看 還沒還沒回來 還沒進來了 嗯 沒有人多也沒有辦法的 人多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那些沒有素質的人 真的很恐怖的 你是你是講不過他的 你是講不過他的 有一次 有一次啊有一次也是 呃 回海口的有一次 我們四個人 我們四個人都沒有都沒有講過 都沒有講過那些 就那一次回海口也是被插隊了 非常的搞笑 我們自己啊我們 就是我 我然後菲菲前輩 丹妮前輩還有楚文 我們四個人一起回去 從廣州回去 然後我們四個被插隊了嗎 我們去打車的路上被插隊了 本來是 兩路 一路中隊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就 排著排著排成了兩路 然後左邊來了一波人 就直接抓就 抓就這樣插在了我們的前面 就本來我們都是一路這樣子在排嘛 剛好排到我們這的時候 然後這邊有個口 口子 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湧出來了一波人 就直接這樣直直的 走在了我們的前面 就把我們給往後擠了 就非常的無勇 然後呢 然後 然後然後菲菲前面就說 為什麼要插隊啊 就特別大聲 就為什麼插隊啊 反正就說了一下 結果後來有個插隊的人 就轉過來對我們說 大驚小怪了 差的你們嗎 就那種 就 就也挺無語的 也挺無語的 嗨 我在開直播 拜拜 我就開直播 我轉過來一點 對啊 就非常無語 我有 就是那個 不是啊 那個從電報的那個 對對對 花味 是啊 就明明就他自己 也是一個插 他好像沒有插隊吧 他就非常的搞笑 他自己 他不是一個插隊的人 然後我們被插了 我們說了兩句 然後他 他 他罵我們多管閒事 可是我們是被插隊的人啊 真的是無語了 不脫離啊 就沒有素質的人 真的沒有辦法去講他 嗯 要不你們出去了 啊 因為我這會搜贏 會搜到你們 不是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在打車 準備上車了 打車排隊嘛 排一場隊 對 是的 所以我就每次遇到這種事情 我都會跟自己說 我跟我我跟王九云特别搞笑 每次我們兩個啊 就出門遇到這種事情 我們兩個都會說 等以後老了 我們一定不要這樣 等以後老了 我們一定不要這樣 我們不會 不會帶房生的 不會帶房生的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結伴同行 很少會自己一個人出去 我自己一個人也不會出門 就非常懶 哎還是有的 就是他們有些人就無形之間就會 做一些很沒有素質的事情 但是呢 可能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件很習以為常的事情 嗯 就你們知道我一般出門都是不會打扮的 所以呢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我感覺就我懶的時候唯一唯一讓我自己 不化妝出門 心安理得的理由就是怕遇到危險 對所以就一定不要打扮 只要你拉里拉他的出去 就一定不會有危險 嗯 抽煙現在是 現在是不讓在那個 室外抽煙嗎 還是怎麼樣 但是你碰到無力取鬧的人 你也不能用這些 就是什麼噴霧啊 對他進行攻擊 所以嗯 我想起來我前段時間看到一個採訪的視頻 真的很搞笑 就是有一個記者他去裁度街邊採訪 他問他問就是你平時 大概的具體的那個話是什麼 我記得我只記得大概的大概的 就是說你平時怎麼樣去避免生活中那些摩擦 或者是生活中那些讓你覺得很 嗯 發生容易發生爭吵的事情 然後那個才被採訪的人就說 我一般都會跟他們說是你說的都對 就是他說我一般不會跟他們 我一般不會跟這些 哦那個記者是這樣問的 好像說的是你如果在那個生活中遇到 讓你很無語的人和事情 你是怎麼應對的 然後他然後那個人就是我一般不跟這些人去吵 我只會說對你們說的都對 然後那個記者說為什麼 然後那個人就說對你說的都對 然後就走了 這太高笑了 忘記了看了一個採訪的合集 就很高笑 嗯 就有時候這種街坊 街上採訪還是挺搞笑的 沒有啊 沒有啊 我只有房子 沒懂那東西 不不不在外面千萬千萬要 保護好自己 不要動手 真的不要動手 千萬不要動手 因為動手的話 這個是誰先動手 誰就負全責 因為我我深刻領悟過這個虧啊 吃過這個虧 先道歉都沒有什麼 沒關係就是如果說你先道歉了 別人還是不依不撓的這種就不要 不要再去跟他爭論了 這種人就真的是沒有辦法跟他理論的 你是沒有辦法跟他理論的 就我有看過 我有看到過那種就是動手動手動起來 然後最後負全責 特別慘 我有見證過 有些事情嗎 你沒有經歷過 但是你看到過 你也算是經歷了嗎 就你自己會在心裡面提一個行 知道這個事情是 以後再發生要怎麼解決了 你就會知道 反正我就是覺得大家出門在外 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 然後盡量不要跟人發生衝突 外面的人你也說不上 你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 你也不知道他 微不危險 萬一呢 萬一是吧 還是蠻危險的 啊 打茶隊買菜的人天哪 好嚇人啊 我在迪士尼排隊的時候有看過那種 有一天 就是我去迪士尼好像去了兩次吧 去了三次 反正去的次數不多 但是你們知道迪士尼就每次都排很久的 對 特別是那種熱門的那些遊戲 一個半小時都是算少的了 可能要排兩三個小時才能排到 然後有一天 我記得去迪士尼 都已經很晚了 我們都準備走了 但是那邊還有人在排隊嗎 可能就從下午排到晚上排了很久 結果後來就突然吵起來了 特別大聲 就邊哭邊喊 但是你怎麼差 就 你是什麼人啊 為什麼要插隊啊 我們在這排了這麼久 反正就很 就從他的那個語氣 能感受到他非常的崩潰 還是蠻心疼的 就哭著喊出來的 怎麼你還可以預測 預判他人的預判啊 噴霧啊 噴霧 確實 其實被一個小小的阿露水啊 什麼的在身上 我估計 就是也是可以的 阿露水嗎 啊 花露水沒用嗎 可是花露水不是很 就是很刺激嗎 不能往眼睛裡噴啊什麼的 嗯 反正 有細微動作 反正就是 就是 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 再三叮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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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是一般在門 在出門在外 在出門在外 我不會跟別人 衝突 然後如果說你要跟我發生衝突 那我就先服軟 對 啊 是嗎 可能近大遠小吧 因為我人在後面 這個瓶子在前面 這樣子我在前面 他在後面 就不覺得了吧 好像在給他打廣告呀 今天我們直播間 主要就是賣的就是這個 元氣森林的乳酸菌味的 氣泡水 每天都帶帶一個帶貨 昨天是荔枝味 今天是乳酸菌味 元氣森林比我還活 就沒辦法沒辦法 沒辦法讓人家給我打歉 扣錢倒是有可能 扣錢這個還是只有可能 這歌單是我Sister的 是我姐姐的歌單 對你們一般聽到英文歌比較多的 就是我姐的歌單 然後我的歌單通常都是什麼古風歌 日文歌比較多 我就是一個一個單詞往外蹦的 沒有辦法講句子 因為我就是詞彙量特別少 就是小學詞彙量 確實也確實 就是那種抖音的 那種海底啊 類似於海底這樣的歌比較多 每天都要移墨一下 我想到上次我們隊伍吃播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 有一道題就是解釋移墨是什麼意思嗎 我就聽他小馬在那裡說 Emoji 我以為他在說 我以為他在說那個Emoji的表情 我當時在 抖音公放的 其實講實話 我發現有的時候公放的人 他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放得很大聲 像我 公放的時候我就會 我就會不 我就會沒有意識到自己放得很大聲 我經常公放放著放著 然後最後有人跟我說小聲一點 然後我就說啊我很大聲嗎 就很詫異啊我很大聲嗎 就有的時候會沒有這個意識 所以我感覺很多公放的人 可能他們自己也沒有這個意識 他們不覺得自己放得大聲 是我也其實我也不喜歡公放 所以我一般都會戴著耳機 除非是就是不方便戴耳機 我就會公放 但是這種 機率比較少 可能通常都是在我洗澡的時候 我洗澡的時候就會公放 因為沒有辦法戴耳機 你不想吧不想 但是小孩子這個如果是那種小baby啊 嬰兒什麼的就真的控制不了 因為他自己也控制不了他自己 所以就沒辦法 這個你沒辦法掌控 你只能看著他哭得很大聲 這個好聽耶 這個好聽耶 這個好聽 3到4歲其實也還是沒有辦法控制的 小孩子是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的 可能要到 初中左右 初中 小孩子才可以 好 毫無 我現在是這麼想的 我打算等他放著 我打算等他放著 全部換心 這換不了啊 不知道吧 我沒有辦法 我無能為力 我給你把這個歌加到歌單了 因為我覺得挺好聽的 我甚至覺得這個歌我聽過 讓我看看 這是什麼歌呀 我感覺我聽過 我感覺我聽過 奶奶 嘴唱 不知道耶 blank stones 是怎麼讀到嗎 有通知 有通知時間 這個我是知道的 這個在我看到通知的那天我就知道了 哦好的 我差不多要準備下播了 我今天想的就是播到9點20 對剛好今天爸爸來跟他聊聊天 嗯 嗯 對 謝謝 對 這是我姐姐的 我姐姐的好衣服 好的 那你們早點休息 拜拜 拜拜 下播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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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